台北市長的選舉 那麼非常的關鍵跟重要 各黨似乎都把它當成是勝選最大的關鍵 那今天這個陳時中跟蔣萬安 就疫苗採購的議題 進行更加激烈的攻防 對於陳時中說 隨時可以調整蔣萬安說 那就請陳時中今天公開 而且從高端開始公開 他敢嗎 他願意嗎 陳時中現在是對權力也能公開 對 說什麼 說什麼外行話呢 那陳時中啊 他是說 畢竟蔣萬安沒有做過行政官員 他可以諒解 但以身為立委或法律人 因為他是美國書的背景 應該要弄清楚情況 免得不斷的浪費大家的時間 他說 陳時中說 當時這個疫苗的採購的這個主持人 是蔣萬安 那個調月 調月的小組的這個是蔣萬安 當時要公布相關秘密資料 公查閱 在委員會裡面 針對要公開的內容 有一陣的攻防 最後談定決議以後 衛福部就照調月小組的決議 把相關資料準備好 在十一月一號到十二號 十二月底 兩個月 在立法院供大家查閱 查閱中間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再提出來 陳時中說 大家都可以查 那個會期里 都是在開相關疫苗調月的會議 會議的主持人應該是最清楚的 你現在到底是你軟向 來 我們來看一看 蔣萬安又緊咬陳時中疫苗保存案 明明自己就是疫苗採購 調月專案小組召集人 卻連保存保密 兩個名詞查在那持續閃躲 立委林處一鋪出會議記錄 白紙黑字寫下 疫苗供應合約 無法公開部分同意遮蔽 會議主席就是蔣萬安 指控蔣萬安把舊文拿出來 抹黑造謠 沒有保密30年這個事情 這是保存 大家在講的那個 保存30年是指的 公文在30年內都不得銷毀 為了好幾次是保存還是保密 蔣萬安不正面回應 藍綠參選人為了疫苗隔空交通 陳時中也直接開槍 對手沒行政經歷 沒搞清楚狀況 畢竟他也沒有當過行政官員 我想他這次中心的不了解 我們是可以諒解的 應該把這雙方情況 弄得更清楚 免得就是這樣 不斷地浪費大家的時間 疫苗供應要求 包括陳時中 包括衛服部要完整公開 為什麼就以承受 不可以公開 疫苗採購相關文件 立願隨時提供調閱 蔣萬安在保存和密件之間 是傻傻分不清 還是故意拿來當選舉議題 政治操作 選民新州自有答案 好那我想請教一下莊委員 因為你是陳時中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那蔣萬安一直怕這個疫苗採購的掉月問題 資料的問題 到底他有得分嗎 我沒有認爲他得分 怎麼說 他本地交換給人的印象不是這樣 這個火 這個火 不能說你比較大聲 就你火 民進黨就沒有人 去年 你注意看 本地我們在心意 議選的時候 那時候有做三個副議 那時候六月十八的時候 做三個副議 一個二六七 就是買這個疫苗 買完之後 九月之後 你這些專播資訊 都要財政委員會 相關委員會 你就要幫他們提供 另外一個290號的決議 就是說到一百十一年的 一百十一年的九月底的時候 你這些錢要來補給 要專款專用 因為三百四十億嘛 你要來專款專用 說你到時候要上財政委員會 不然大家在那裡 因為當初不一樣 有人想不一樣 就說 鳳儀你主電話也不對 到時候又要買疫苗 買疫苗還要去買的時候 還沒交換完成 要怎樣 不然還有二百九十一號的決議 不然這樣 你現在九月完略之後 兩五月來 你要上財政委員跟相關委員會 這樣就做完略 他們說沒有 要再釣魚小組 也好 你說要釣魚小組 你現在就已經釣魚了 釣魚現在就開始說沒有了 你價格沒有我 運送的時間 騎乘都沒有我 我要說的就是說 李明先生坐在這裡 我們經常騎乘要來的時候 我會去你看 火機要開杯 我們都須知道了 當時還開杯 當時紙紙要到台灣 對疫苗我們的政府的態度其實都是很坦蕩 我是覺得他們很狠的地方就是說 他把無限上綱 拜五國民黨的立委 東團去開 我們是原理說我們是共產總部 在我立東團開 東團對東團就好 還有拜六 國民黨又繼續說 我就把我來做共產總部 不然我單講我怎麼說 結果講我怎麼說 你知道嗎 就是說這個無恥政客 把它列為絕對機密 說這個國家機密 把它列為國家機密 說這個叫做遮羞部 我不能出來修理說 你也不要亂說 我說不想跟你在討論 我說你真的這麼難心 你們都知道 你注意看 觀眾朋友 你怕絕對機密 什麼叫絕對機密 絕對機密是在說什麼 說戰爭 說這個秘密 出來之後會斷高 譬如說我要發展一個核子武器 都在說這個 高雄都在說這個 你怎麼會說他這裡 你現在說的 不是城市中有靈力 你現在說要把這個全部都公開 第一個違背立法院的決議 好 如果說衛福部說 立法院如果同意的話 我也要 好 要 要 城市中現在就沒有衛福部長 你要叫他怎麼跟你說 所以他也是跟你講 變成說 這個你不要跟導向國家機密 這個不是國家機密 這個就是說 一般的商業秘密 你刷 你的保密合約 你說五檔 城市中也認為可以縮短 就把它給公開 然後這些資料 要不要保存 當然要保存 具有採購 全部都是要保存 疫苗採購 不是什麼國家機密 只是說簽了保密合約以後 我們就跟人家簽 為了疫苗以後如期到貨 可以保護國人的健康 不到這樣安排 不然疫苗採購我希望全部都公開 來 那明天兄麻煩你看一下 這是立法院第十屆第四個會期 有關疫苗採購 調閱專案小組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的會議議事錄 那當時這個是去年的十月二十 那今天已經八月二十幾號 也就是說大概接近一年前了 那這主席當時是蔣召集委員萬安 也就是說這個調閱的這個小組 整個立委的這個開會 召集人就蔣萬安 那根據立法院這個議事錄 去年十月二十召開的疫苗調閱小組會議的時候蔣萬安 擔任主席 那他擔任主席最後的決議是請衛生福利部把有關採購合約中需要保密 而沒辦法公開的部分 予以遮蔽後提供調閱 那也是他主席會議 也是他董議員 怎麼現在要講這個呢 這個我有聽 講我今天還有立法院開這會 因為說有的裡面 因為他調閱過的現場 有的裡面包括價格 有的就是說用歐筆把它塗銷掉 所以我覺得說這樣 就是說一般人的材料 知道主要是收理價格的部分 你說如果對我的立場 如果不影響說買到買到疫苗 未來對未來說不會立即買到疫苗影響 可以公佈就公佈了 如果真的會影響到你真的公佈 你的合約影響傷害合約 我們就會買不到 我說繼續保留 繼續保密 對我來說是沒問題 所以基本上就是設定說 蔣灣設定攻擊的起手 是鎖定疫苗是這樣 過去我記得五月六月 過去有公佈 陳松在指揮官的時候 我自家媒體有公佈民調 相對來說 陳松在中南部 也在那裡是關的 不滿意 不滿意在那裡的部分 特別關的是在台北市 所以我認為說可能蔣灣 總部設定開始就是說 第一個當然採取攻勢 第一個說設定打疫苗的部分 當然是累積 累積對陳時中不滿 或累積相對籌分值 這個目的是要設定 有什麼 不是說讓陳時中 讓他的綠營的制度滿意度一樣 不是啦 我認為戰略上設定 有說讓蔣灣自己的藍軍的基本盤回流 我先說市府 今天講示威就說 那你做調異小組的主席 那你當時你就不要做成這個決議嗎 對啊 那他做成決議 現在是在問什麼 沒有 我都說決議上 當初做的決議是這樣遵守 你對他來說 他如果市府現場看 你說現場他沒看到全部 他要看 不然你看到全部 你就不要做成決議 然後跟要求 要求行政部門提供更多資料 對 所以要接受檢驗 所以打疫苗 對疫苗打疫苗能不能得分 這部分當然是回應 保養藍軍的基層期待 要說你自己是調異小組 所以有沒有說遵守當受決 這就差別讓你們看 沒有要有 市府的問題就對了 有的 大家都對價格會在乎 再第二個請教 那你去年10月你做成決議 你真的沒辦法 你出來講 怎麼現在選舉了才在講 要一年這樣 是啦 所以到時候 當然去年 講的時候就要講 譬如說去年他調異的時候 看裡面有塗黑 那時候其實要追問 他就沒有了 應該是那時候就有疑慮 如果他在那裡看 就說 塗黑只有兩隻 一個叫價格 一個叫個人的資訊 一個叫價格 其實是這樣 說很多人 我不是說很多人 藍軍有的人 基層的公司 他說想買過 說去年打球輸了 現在才會說 裁判沒有公平 夭壽了這個事情 這件事 我只要問蔣官委員一件事情 蔡官委員的招委 你現在公布了所有的疫苗 採購價格 問一下 明年我們還會不會打疫苗 對 會啊 對 我們現在在第四季還沒有全部打完 明年 我們還需不需要打疫苗 萬一明年要打 你現在公布價格會不會影響到採購 外環委員會 當過律師 你應該懂吧 國際合約 如果你公布了 影響到明年打疫苗 誰要扛責任 還是你今天十一月二十六 現在騙到選票再說 要騙中間選民嘛 第二個 誰最可以公布 三個單位最可以公布 為什麼 他們都是民間單位 慈濟 鴻海 台積電 鴻海 鴻海有發布重訓 因為鴻海那五百支 五百萬支 百分之七十鴻海捐 百分之三十永齡基金會捐 所以他要發布重訓 他沒有告訴你一支多少錢 他只告訴你不超過多少錢 總額你有單價 實際在財報裡面有揭露 一批一批付了多少錢 算下來平均六百 六百多 鴻海的平均單價快一千 臺積電的平均單價九百八 我要不要發個神經病說 臺積電跟鴻海為什麼比慈濟貴三百塊 這不是專業也要有用心 你要祈禱明年 你明年是不用打疫苗 如果明年要打疫苗 你還因為騙了 騙到臺北市市長 對得起誰 你有聽到明顯說 他要打台北市民看而已 反正就是要騙嘛 我覺得賈王安如果真的對疫苗這麼有興趣 這麼想要讓這個事情水落石出 那你就繼續留在立法院嘛 就繼續當你的那個疫苗採購 他也沒留在這裡說起來 他的同黨有三十幾個在立法院 那都贏 不是你那麼喜歡 你就你就不要來選 我們是在選臺北市長 我們不是在選衛福部長 請問你討論這個東西 對於臺北市政有什麼幫助 我覺得很無聊 陳時中都已經離開了衛福部長 已經不是指揮官了 你怎麼就走不出來呢 人家已經從衛福部走 要往臺北市政府前進了 你一直把陳時中抓住 哎呀 往衛福部跑 往衛福部拉 要把他拉回去 人家已經大步賣錢 要翻下一頁了 你還在留戀的上一頁 還在那邊執著 那我只能說 你先把你的那個公車預約制度講清楚吧 你這個東西都講不清楚 所以就是為了政治上操作 就是為了要吸引深藍那一塊的群眾 就是要跟黃珊珊做區隔 你看他現在 你看他今天本來在內湖辦了一個大型的千人捐血活動 他不敢參加 你要邀請他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內湖是黃珊珊的本命區 他覺得他去了那個地方的話 可能沒有人 因為他的掌聲不夠不夠大 可能會被黃珊珊比下去 他現在是看到黃珊珊就散哦 你一個戰士 如果看到敵人出現的時候 你應該要直接上去 不是敵人來敵進我退 然後同樣的今天在內湖 內湖也不是陳時中的本命區啊 可是陳時中敢針對內湖的交通 提出他的方案 然後他今天敢跟黃珊珊同臺 結果被陳時中 結果被柯文哲那個說蔣王安 要勇敢一點 不要走啦 不要落跑啦 蔣王安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就是你今天連這種場合 大家還記得嗎 上個月的那個七月二十六號 亞太青年協會 那個時候他們辦個座談 也邀陳時中 也邀黃珊珊 也邀蔣王安 蔣王安後來臨時不去 你一個做一個戰士 你不可能永遠選擇 有利於你的戰場嘛 你要去開拓新的票源 新的空間嘛 陳時中敢敢去內湖 你蔣王安不敢 所以我覺得蔣王安他只有三個字 打順手牌 他只會打順手牌 那很麻煩 來 剛才范老師說的就是這題目 內湖內科千人監選活動 今天今天 促成了柯文哲 陳時中 還有黃珊珊同臺 蔣王安也應邀 但是臨時改行程到立法院 柯文哲說 現場好像攝影機超過二五機 真的 他說差不多這是二五機 是孫總統 才有這個共鳴 所以人們就問說 蔣王安你怎麼缺席 柯文哲說 我想他是畢戰 他叫蔣王安就比較勇敢 他會怕 柯文哲說 如果攝影機二五機 他的經驗是這樣 十二機就是標準的記者會 那十六機就是國家有大事 那二五機以上 這就是要選總統 柯文就是這樣你判斷 所以二五機 嚇到多少 要講曝光嘛 這個時候回到電視台都會放嘛 然後就有火花嘛 對不對 講萬安 陳時中 黃珊珊 然後這個中間有什麼交火 對不對 瑞德他才不敢來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柯文哲在說這句話 是說二五機以上是總統級的 其實他心裡是很痠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知道人家這媒體的 這麥克風不是為了他來的 人是為了什麼人來 人是因為這次選前到現在有沒有 陳時中講我們黃珊珊 看能不能在內湖的建設活動 裡面合體 你知道嗎 有啊 和陳時中在這裡 這蔣萬 王珊珊在這裡 對對 我說我蔣萬安 然後一直一起合體 我們會被放出火花 你一言我一句無言 最好打起來就是最好 你知道嗎 可是問題是人家是衝著他來的 不是衝著你柯文哲來的嘛 那我覺得蔣萬安 我最近觀察蔣萬安 發現一件事 就好像今天他的新書發表會一樣 我的觀點跟這個 台中市長盧秀燕一樣 盧秀燕今天在連線的時候 怎麼說 在新書發表會上官 連線上官說 做你自己 為什麼 他說他剛開始參加這個市長 他自己的政治定位是什麼 他找不到 他自己的政治定位 還有政治的方向 因為有人都說他佛系打法 太過這個等於說 穩良公儉讓等等 後來不是打得過頭了嗎 你也記得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我看新聞 非常清楚 有兩次的記 年少兩天 兩次 他都在美陳時中 他每個 閉嘴 有沒有 閉嘴 以前的蔣萬安不是這樣的 他每個閉嘴 你知道什麼情況下會閉嘴 就是他很著急 然後他很急 然後他中氣不足 他想要閉 但是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明顯講對了 他現在說這裡 都不是中間選民 跟一般的綠營 都不是 搶籃的票 他本來我姓蔣 他不在一起強調說我姓蔣嗎 他就是要跟他申籃票 諷刺的是這本來已經你的了 那至於我跟你說 坦白的 請抖出來 蔣萬安不要再打這個 不要再打這個議題 對你沒有好處的 為什麼 因為他在打說陳時中 為什麼那個錢不公佈什麼 我請問一件事 他這個幕後的主打 這個陳時中幕後 想要幹什麼 他是要跟你說 這麼多錢 幾十八月 買這些疫苗都不敢說不 都不敢說不 都你的機密 裡面他要跟你說什麼 說什麼裡面 讓你去無限想像 有沒有政商勾結的問題 這才是真正的目的 但這個沒有得分 對蔣萬安來說 完全沒有得分 那明顯兄 再請看一下 這貴黨的通知 TVBS報導的 TVBS 重要通知 報告各位里長 8月28 黃珊珊參選 台北市長記者會 奉市黨部指示 請黨籍里長不要參加 避免違反黨籍 及被有心人 見縫插針做文章 為什麼就要討論 沒有啦 黨籍里長 本來就這樣 黨籍里長 你看黨騎台時 那本來黨籍的問題 這僅僅限於黨籍里長 當然不懂的 來過三十九個里長 或是差不多十幾個是不懂的 我看不懂的可能有 台北市四百五十六個里 國民黨的里長有兩百八十九個 那請教那個莊委員 你們民進黨有通知嗎 我們有通知 國民黨要來沒關係 我是說有通知 說你們民進黨的里長 不能去騎黃珊珊那裡嗎 我們不會去聽 為什麼民進黨不需要發通知 國民黨要發通知 我怎麼會知道 那就是怕他跑去 沒有啦 一定是怕說 黃珊珊現在在做副市長 後面還有一個柯文哲柯批 那個時過我大兵 慢慢的給他撩 那他投工一行 我七月十三做 青春發言人比較近 四十一天 不好意思 我插個話就是說 這就是什麼 國民黨怕黃珊珊去撩到 國民黨怕國民黨的票 他怕是對的 你看大家開始 你看本地蔣花安是一張五字頭的 開始那五字頭 我去做發言人 我三天看一部民調 我都不會看過他超過三字頭 所以你看 你說站在蔣花的里長 國民黨的里長 他才不會怕 所以四黨部他們會去發這個 就是怕 怕勒勒 跟蔣花安最近在打一樣 他還要用黨籍 你要去用黨籍處分的呢 我們不會啦 我們如果去哭人會來 他這個其實針對陳永德 陳永德是蔣花安的福選幹部 前幾天 陳永德在服務 這張這張這張 二十個里長 二十個里長 陳永德 柯文哲 黃珊珊 那後面是要選到 黃珊珊 這禮拜選部 如果選部 是正式就定位 那就不一樣 大家都知道 黃珊珊就是要選的 陳永德都已經在蔣花安 蔣花安這邊掛職務了 你還帶二十個里長 就跟那個裡面楊寶珍 還是民眾黨的議員候選人 那個簡訊當然是針對陳永德 他們發的 陳永德當過七年勝的市議員 既然帶了二十個里長投靠 警告 這個已經不是精神外遇了 這是實質劈腿了 對不對 再警告 這個太過分了 這個施定蔣花安 實體也出軌了 實體 身心靈都出軌 所以說你幹什麼 就是說這種這種情況 蔣花安你還講說 哎呀 這個我們不要過度聯想 這還能不聯想嗎 黃珊珊如果二十八號那一天 陳永德會不會出現 會不會帶四十個里長 你怎麼辦 你怎麼黨紀處分 開除啊 你試試看 二十個里長 我跟你講 這個開除二十個 四十個里長 你講萬萬不用選 國民黨里長數的快十分之一 我黨都講到這樣說 你去我就開除 你還去我能不開除嗎 那講萬萬 那到時候注意人則能夠拿起大刀 然後自殺 就只能這樣 那怎麼辦呢 砍不下去 只能夠 只能夠 二十個里長 一個里長不要多 一千票就好了 就兩萬票在那裡了 你真的把他開除下去 至少兩萬票 蔣花安有那麼穩 現在電視機前面很多里長 來看電視 沒人這樣摸 這所有有參加過地方 你都知道 選縣市長 選立委 選議員 連他里長在地方被人家稱為 那個土地公 或者叫公共財 為什麼 因為老實講 有黨籍這件事情 不是秘密 可是也不會公開拿出來講 不要這樣為難人家 因為正常來說 黨籍 當然對於像選議員 選立委 都有黨籍 你不可能民進黨的立委參選人 去幫國民黨總統站臺 民進黨議員參選人 你不可能去幫國民黨的市長站臺 可是一般里長 在政黨政治當中 大家多少比較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 國民黨這樣子 一刀下去的結果是 今年臺北市用國民黨參選的里長 會適得起碼 會大幅下降 你逼我要選邊站 國民黨這兩百三十個里長 不要多啦 剛才講那個陳永德說 大概二十個嘛 不要多 十個里長 二十個里長 因此不掛國民黨籍 你這是逼著他完全把他推往黃山山 或甚至陳時中 我認為這個在選舉策略上是很笨的 好 來 民意宣傳我補充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是說 現在民調出來 過去 蔣文一開始宣佈 是差不多四三個 所以慢慢來 慢慢來 最大的問題是說 現在你有里長在動搖 是說 蔣文目前的狀況 就是說他是國民黨 有史以來在台北是相對弱勢的母雞 如果強的時 每個都發過 一般過去是 林勝雲一輸而已 好啦 你如果自己也算過 不要那麼笨啦 說明那種 陳幾何時 在台北七山上下三層保衛戰 我看到我們那些三層保衛戰 我看到很心酸 過去在當時 陳幾何時會三層保衛戰 所以當母雞不強的時候 小雞他就會動搖 為什麼這些里長會有這種動搖 就是賴鶴是黃山山的大本營 黃山相對是賴鶴共 但是我們最近當然完成一份民調 我看報紙寫說 陳松在來鶴 現在民調第一 就代表他贏過黃山山 贏過蔣文 現在來鶴是臺北市十二選區裡面第二大票倉 只有輸大安而已 所以陳時宗在來鶴贏是代表他的民調 可能現在不是第一 不是第二 對蔣文是來講是危機 我們知道那個時候剛解除戒嚴 很多海外臺灣人回不來 有沒有 後來很多像林憶元 林信元他們 林憶元他們都偷渡 後來開記者會 都頭上戴一個黑頭套 一群人都戴黑頭套 那你認不出是誰 搞不好這次二十八號黃山山 那個競選活動開始 坐下來面的人 也很多人戴黑頭套 你也太傻了 認不出我是是不是國民黨的里長 那就表示是國民黨的啦 我可能來天心 我可能來二十個戴四十個頭套 黃山山很好的點子 大家都戴黑頭套 但是你看 賈安安昨天在那個八二三 他講什麼話 我看了嚇一跳 他說學習八二三的精神 在於在劣勢中堅定信心 劣勢 他承認他在劣勢 剛才委員說他本來五十趴 四十趴 現在變三十趴 再來他說在匱乏中凝聚希望 他現在覺得他很匱乏 你應該是越打資源越多 為什麼會越打資源越少呢 還是資源跑到黃山山那邊去 他說一起打贏這場 不對稱戰爭 讓藍天再現 不對稱戰爭是什麼 我磁力很弱 我以寡極重 什麼時候黃山山講話 說我要用不對稱戰爭 你應該是兵搶馬壯 那表示什麼 他發覺他自己的危機 所以方老師 我跟你講 他今天講了一句很關鍵的話 民宣宣請告訴我 你幾歲 四十幾歲 四十幾歲 四十八歲 講完我們四十三 講完我們今天講新蘇法庭會 他說書中提到他高中才知道 他蔣家的身世 但是他說姓氏沒有幫到他什麼 我問你要相信嗎 四十三歲 算台北市 這個四十八歲自己拚到要死 黃漁 我先 我先補充一下 你如果想講你就不一樣 講完這個說他高中的時候才知道 對不對 我個人都覺得我是不是有點 我查資料不是這個樣子 他之前好像有說過 他在讀國一的時候 有到圖書館裡面去查看到一本書 蔣經國瑜 張雅若 他非常的壓抑 因為裡面竟然有他爸爸跟他叔叔的名字 只是他沒跟家人講 他高中就 他國瑜的時候就知道了 他現在又說他高中知道啊 那到底是國一知道還是高中知道 反正那為什麼姓蔣就要得到好處呢 我感覺明顯你如果真的在國民黨有機會 你如果說我老爸唐朝裡淵 我老爸很慘 為什麼剛剛直接說 蔣家人在唬爛 國中高中那個人 他知不知道蔣經國是誰 我先不管 你憑什麼可以挑戰羅蘇蕾 就是因為你姓蔣 你如果不是姓蔣 你挑戰羅蘇蕾 你打掉民調 你可以打掉現任的 如果你不是因為蔣這個姓 你憑什麼民調打掉羅蘇蕾 不要講那些有的沒有的 姓蔣並不可恥 他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就勇敢面對 勇敢承擔就好 有好有壞 可是你怎麼可以這樣講說 我可以代表 得了便宜還賣乖 你代表國民黨選中山大宏區立委 不是因為你姓蔣 這個真的是不誠實 不成熟 對 洪英哥你記不記得 在蔣萬安本來傳說要選市長 還沒有正式選的時候 當時一開始各個民調 有做出來五十幾趴 他們本來國民黨認為勢如破竹 一定會贏的原因就是 如果蔣萬安拿到之前 丁手中的選票 再加上柯文哲選票 沒有完全轉到黃珊珊 他再拿一些給蔣萬安 他是不是就贏了 算數就贏了 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現在各個民調做出來 都很類似就是 大家知道嗎 如果你看這網路溫度計民調 丁手中上次的選票 四十一 轉給那個蔣萬安的 居然只有五十四趴 等一下我要講 再講一次 丁手中的選票轉給蔣萬安 只有五十四趴 這在幹嘛 這代表說你最近一部分析 剩下有二十五趴 丁手中的支持者跑去黃珊珊 甚至還有快八趴 跑去陳時中 我先講丁手中的部分 你完全不能怪別人 蔣萬安太弱 連藍營的基本盤投不下去 那為什麼現在搞成藍白 互打 互歐 大家在搶什麼 第一個我剛才講的 丁手中有那麼多流去黃珊珊 所以蔣萬安他們的策略 就是要把流去黃珊珊的拿回來 所以他才一直去弄 一直去弄深藍的 這個是TPOC台灣議題研究中心選情預測網站 在昨天最新得票率的預估 民進黨參選人陳時中39.39 蔣萬安37.33 黃珊珊22.47 TPOC分析認為蔣萬安處境很是艱難 逐漸步上邊緣參選人 帶黃珊珊勢頭上來 支持度恐怕會轉移的很迅速 不知道算出來會不會講我 我們沒那麼命 這個TPOC說 內湖交通問題從7月底到現在 總計有64,600多則算量 其中陳時中有關的有39,400則 黃珊珊一萬零八百則 蔣萬安只有五千五百則 蔣萬安被編緣化 我說這是你的建定 是你條件者 內湖交通你就要拿出你的政策 大家就討論了 你怎麼在內湖交通部分 你電到最尾名 因為很簡單 他們三個要選的是什麼 台北市長 你看蔣萬安一直打錯戰場 那之前陳時中要人選之前 他就說落跑 落跑這個 落跑部長 落跑指揮官 說一大堆 然後現在呢 卻陷入這幾天 從上禮拜到現在 整個國民黨包括蔣萬 都一直陷在這個所謂的疫苗公開 疫苗公開 我告訴你一個最現實的 台北市民在此時此地 他對疫苗公開與否 會不會比內湖交通能不能改善 然後大巨大能不能解決 打車什麼問題 還有現在說要載公車票價 我每天都要擠公車有沒有 那怎麼辦 他在乎的是這個啊 那你怎麼沒有緊罪的這個 其實我剛剛不是講說 講那個陳時中在內湖的民調 現在第一名還高過黃珊珊 我問你 我請問你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他提出很多解決的辦法 能不能實現 怎麼實現對不對 要不要修正那是另外一回事 想不到我有提出辦法 那蔣萬安錯失一個良機 因為黃珊珊就沒有補 說謊話的 他就在柯文哲的帶領之下 就打死刑了 那道理來講 你蔣萬安可以趁機 也提很多東西 你可以跟他重複 也可以跟他不一樣 那你不是啊 你沒有去說那個 結果你現在 說這個有的 沒有的 說疫苗有的 我問你 對臺北市民來講 他真的限此時此刻 他最在乎的東西是這個嘛 他現在最在乎什麼意思 最在乎的疫苗採購 掉月 跟那個三加十一 對 他現在只在乎 好像現在 那是臺北市 那為什麼 他陷入一個迷失 為什麼 以前生難的都要投給我 剛才說頂手中 照照料 對不對 那英文都投給我 我現在要怎麼樣 我現在就把我的基本盤 看我猶多少算多少 他在乎多少算多少過程當中 又把本來可以去追的中間選民 或是不表態這些人 又得罪了 又得罪了以後 那他 我跟你講 我發現這一兩個禮拜 他很急很急 然後呢 他講話越來越沖 越來越極端 那顯示可能內部民調已經告訴他有危機了 希望各位同事各位客戶踴躍支持 不好意思 擔任大家 謝謝大家 農會三巨頭帶領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 鄭運鵬來到揚梅農會 林市長先送伴手禮仙草 預祝一馬當先 因為耕填覆是很乾淨的 所以成本會增加 提到耕作重點 鄭運鵬隨身帶紙筆 一邊點頭一邊筆記 鎖定來迎客家票倉 定調這一週都是揚梅州 因為總蔡英文27號 將首度到桃園力挺 象徵團結初級就選在這裡 還傳出前民進黨立委政保卿 將在同一天宣布脫黨參選 很期待這個週末總統來到揚梅 所以在關鍵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有智慧 那中間的過程我們可以經歷 我相信總統也非常忠視桃園 桃園的勝選對民進黨來說 是意義重大 總統蔡英文真的非常關心 我們桃園的選戰 選在我們桃園的南區楊梅來辦 深入南桃園 鄭運鵬跑完農會 趕場銀法獨婦女活動 碰上國民黨籍議員周玉琪 也握手拔鋼琴 但被問到張善政陣營 近期猛攻鐵路地下化 美伏大火被罵隱形立委等 鄭運鵬有話要說 那不存在不代表佛系 只是代表他不熟悉 為了罵人 為了攻擊對手 去扣人家帽子 我是連任的立委 不可能說地方的大事情 我完全沒有參與 矛頭對準張善政 應該回歸事實討論 而總統蔡英文週末加持 踩藍營南桃園票倉 守住六都關鍵 先打團結牌 那最後一點時間來 我們再看一下 這一段的最後一點時間 因為今天說 傳出鄭寶卿選定了 他今天下午一點 鄭寶卿在個人臉書 放出一段影片 在預告著自己將投入 桃園市長選舉 影片中有很多的字句 都明顯看出 對黨中央力挺林志堅的不滿 那麼蘇嘉全想要介入協調 但鄭寶卿婉拒見面 我想請教瑞德 你覺得這個他會選嗎 鄭寶卿想選桃園市長 這早就不是秘密 我曾經跟他多次同台 那他表達很多次都跟我講說 哇 他哪一區 投入哪一區 民調他第一 這些有的不的這樣子 這是他的企圖心 不過那麼今天 就在剛剛晚上的時候 那麼副總統辦公室 事實上發了一個 很嚴厲的一個聲明 賴清德 對 賴清德發了一個 很嚴厲的聲明 因為有媒體報導說 賴清德在這個內部的 選對會會議裡面 當林志堅自己說 他要退選的時候 說是賴清德推薦這個鄭寶卿 今天那麼賴清德的 相關的辦公室 鄭重否認沒有這回事 然後對這個媒體非常生氣 非常感冒 所以他多次報導都沒有經過 沒有來採訪他 然後就這樣子 他還直接講了重話 他不願意對媒體記者進行訴訟 希望 意思就是說 請你要有自己本身的查證的能力 那我也會對鄭寶卿 因為我們有多次 鄭寶卿當然有他自己的能力 跟他的組織 他要很久了 他也擔任過國營企業的主管 他自己本身過去也是立法委員 我也會勸一下鄭寶卿先生 你要知道這件事 萬一11月26號的晚上 都開票出來之後 萬一 鄭運鵬就因為鄭寶卿的票數而輸了這場選舉 我問你 什麼人是民主的罪人 所有的人會把所有的目標 全部主向正保清 除此之外 你講得太客氣了 除此之外 我告訴你 在民進黨來說 不好意思 用兩個字來形容 那麼當然你認為 這是民主社會 我看到的 偷黨競選 那是我們到的事情 但是對民進黨的長期的 西東 特別支持者來說 這就叫做距離 你知道嗎 那通常會這個樣子的話 你知道嗎 沒有一個好下場 我跟各位講 從南部一直到臺北 都沒有一個好下場 如果鄭寶卿 他真的要選擇 這樣的一個 最後的走向這條路 那麼我只好跟他講 你就必須等著承受 這樣的後座力 來賓都要補充 不過因為政委員 我也有認識 我講一下 他立委的時候 形象很好 很認真 他做臺延的 當署長 當署長 他把臺延經營得很好 賣麵膜賣得很好 有他的能力在 他就是不滿這一次 不給他機會做民調 是啦 不過總是民主的路 看比較遠的 等一下來賓還要再補充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那麼針對鄭寶卿 極可能說參選已經成定局 這是今天的新聞 那麼用問號 那我想這個東豪兄 你剛剛要補充 我講一下寶卿 我認識也那麼久 從跑民進黨的時候 在建國北路 一直到現在 寶卿的個性是很實際的 沒有那麼複雜 那他拖延參選這個事情 也醞釀了一段時間 已經熱身 熱身一個禮拜以上 媒體上是有節奏的 在炒作這個事情 之前不要講蘇嘉全了 之前有沒有人去勸過他 當然有 沒有好 所以他在走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是什麼意思 就是最後就要演 八月二十七號演那齣戲給大家看 那他要宣布選 對啊 你就看他只有一個最後一個生育價值 就是幫張善政拖鄭運鵬的後腳 我這樣講很難 撤鄭運鵬的後腳 當然 他出來就是分嘛 分一趴兩趴也好 寶卿知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當然知道啊 又不是第一天在政治上打滾 我們跑政治也不是第一次看這個局 那他有什麼好處 這個我沒辦法講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條件 反正吳子嘉 吳董他們在弄這個盤 吳子嘉在操這個盤 他在電視上自己在友台也講很多嘛 他自己也講很多嘛 郭正亮也在友台也講很多嘛 除了吳子嘉之外還有誰 郭正亮啊 郭正亮 這個事情 為什麼他這個時候要去堅持這些事情 政治沒有那麼複雜啦 那最後臨界點在八月二十七號 他自己想清楚 他也知道自己的剩餘價值是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也沒有未來 那桃園誰贏誰輸 他你認為他那麼在乎嗎 我不認為啦 最後人性的考驗在這個時候 那民進黨是有缺他什麼 他講到全世界都缺他 因為他的未來在哪裡 有些東西就是不能談不能交換 有些東西就是換不起沒辦法換 很多事情不願意講到太白 寶欽自己也是聰明人 可是他永遠只有小聰明 他可以推了動臺炎 可是你立委就是會輸掉 立委就是會輸掉 個性死 成也個性敗也個性 因為實在太久 認識太久 他夠性是怎樣 不要說到他難聽了 就是看了不夠長 不敢我 你一定要認清自己的優點 跟缺點是什麼 你才有辦法在政治上走遠 智保欽根據加入民眾黨算了嘛 現在也傳說民眾黨挺他 他就代表民眾黨參選桃園市長 民眾黨不是有外鄉民嗎 沒有 就換票嘛 提名錢都可以 都可以換嘛 對不對 就鄭保欽你這樣 既然就走大陸嘛 開大門走大陸嘛 但是如果你是代表民眾黨 那我不需要講 那搞不好對鄭運鵬有利啊 因為你分到的是藍營的票 怎麼可能 民眾黨現在是藍營在支持的啊 民眾黨現在是跟藍營 鄭保欽不會拉到綠營的票 我覺得民進黨的 看到你這種行為 當然不會投你嘛 你叛將耶 你的目的只是為了要拉鄭運鵬的票 你怎麼正當性可言 完全被唾棄 所以我 對不起 桃園因為有一些中清票 有一些地緣票 這個不屬於藍綠 對 他可以 他會不會有影響 一定有 像我們只不知道他的影響 影響一趴跟影響五趴 意義完全不一樣 那發老師 他現在跟柯文哲是有那個 據說有有有互動嘛 對 所以我覺得桃園這些其實 那只會讓民進黨的支持者 在桃園更加的凝聚 因為大家會覺得 怎麼會出一個這樣一個叛徒出來呢 就要教訓他嘛 那教訓他就支持鄭運鵬嘛 說我只是要讓鄭運鵬少一點票 那我覺得這種參選 他的正當性太薄弱 那你就給他神風特攻隊嘛 你已經對戰勝沒有不抱希望 你只是說要拖延戰場 或者讓敵軍有點還就受到影響 那不會影響大局 那你一個政治人物到後來 變成你的參與價值 就剩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太可惜了 柯文哲是暫時利用你 那你用完之後 你沒有選完的 沒有利用價值 一腳脈踢開 他根本不會甩你 柯文哲也在蹭 如果有鄭寶欽 也有賴湘麟 我們還可以蹭個 兩個人哪一個會出來 可能會吵一陣子 增加柯文哲的曝光度 在桃園這一塊 他要留著這個嘛 那如果最後鄭運鵬真的因此而落選 他會 鄭寶欽會怎麼樣 他如果真的這樣 柯文哲還覺得他還是個料 他覺得你還蠻厲害的 那他的 如果他真的靠向民眾黨 最後贏了還是鄭運鵬他會怎樣 他什麼都沒有 他完全沒有了 柯文哲說你連牽制的 牽制的能力都沒有 如果他真的把鄭運鵬牽制住了 那我不想 柯文哲說你還算 柯文哲很現實嘛 表示你還真的有點能耐 你在桃園 搞不好未來提名為不分區啊 或者桃園提名為立委候選人啊 柯文哲覺得我在桃園應該還有機會啊 但是如果到最後連牽制的能力都沒有 那對柯文哲來講你完全沒有 還有幾天的時間啊 我想應該不至於啦 因為民進黨其實 過去長期這麼多 政法清算老將 他過去民進黨一切都很多 他也很有台灣心的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 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大家可以到好朋友 還有個轉圜啊 還有轉圜的空間啊 因為他在民進黨內 朋友還是很多了 我們也希望說 民進黨既然都已經提名了 大家共同來努力啊 把桃園這仗 其實好好的把它給打贏 我相信對桃園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對政委員個人本身也都是一件好事 我贊成瑞雄委員講的 因為其實保簽委員 我剛才也認識了 但以資歷年紀來講 他是我的政壇的大前輩 他在我國中的時候就當立法委員 然後我國小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 我國小的時候 他就是桃園的黨部主委 所以其實他對桃園是有深的感情 我真的也是要呼籲啦 就是說保簽委員 其實你打拼了這幾十年 我說真的 你這個時候如果跑去託黨參選 或者是說跟某特定政黨 就民眾黨啦 或國民黨合作啦 其實最後就是四個字啦 情痛愁快 因為你看看現在是誰在幫忙 保簽委員嘛 這幾天政媒圈都傳脆脆癢癢癢 說本來桃園民進黨已經提了賴香菱 可是卻好像有一個team 跟民眾黨有相關 我不敢說百分之一等於民眾黨 好像在背後也在幫忙保簽委員 那你要想一件事 對啊 就是已經提賴香菱 可是跟民眾黨有相關的一個team 這個不是我在講 這媒圈很多朋友都知道 那你如果這是事實 我是一個問號啦 你要想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幫你 是因為保簽委員 你可以當選 還是其實是背後的原因 是因為你就是要讓民進黨 在桃園無法繼續執政嘛 那如果真的達成這個結果 無論是現在有幾種版本啊 有人甚至講說賴香菱 可能會跟鄭寶欽結合 不管是誰挺誰 賴香菱不選了挺鄭寶欽 或鄭寶欽是宣布說他挺在鄉林 或者是你就是脫黨參選 讓桃園變成有四族人馬 最後導致的結果都是 你可能會影響到誰 我覺得這個不是鄭寶欽委員 他在桃園打拚這幾十年樂見的 我贊成瑞雄委員講的啦 其實還有三天時間 真的好好再想一想 不要輕痛愁快 你覺得他出來算難度 不是要把民進黨叫下去嗎 就是啊 沒有 就是旁邊他的人 是這樣子的想法嘛 他可能會灌輸寶欽委員的觀念 因為我們也認識寶欽委員 寶欽委員 寶欽委員一直深信他會贏嘛 真的他深信他會贏 但是真實情是民進黨已經提了人了 無論你有什麼想法 我說這樣以後大家在這個黨內 他還是可以很多機制 可以反應可以表達嘛 但是已經民進黨提名人選確定了 你這個時候在有人跟你講說你脫黨參選會贏 那是在騙你的啦 是 你來心很清楚啦 今天嗎 最新的新聞 國民黨二十四號今天發布新聞稿 黨中央稍早接獲通知 晚間今天晚上海協會會長張志軍 將以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見面參序 證實外傳已久的所謂隱藏行程 而且不排除藉這個參序的機會 傳達國人反對北京軍聯對台施壓的立場 此事非常曉得 所以清白不容無眠 人格不能被招攤 前公交主席洪秀柱 先進到北檢按鈴提告平面媒體 報導他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誇口買通台灣軍政高層有賣台人欲 整天在說我們賣台賣台賣台 請問台灣那麼輕易能夠被賣的嗎 我們到底賣的台灣什麼東西 洪秀柱喊怨自清跟賣台沒關係 等過去他親中形象太鮮明 即使洪秀柱大動作全清 工黨部主席夏立言也在 中共對台軍演之際訪問中國 藍營這親中標籤要撕下來恐怕不容易 夏立言訪中團23號到浙江 24號到昆山江蘇都與台商臺聲座談 而正義最大的莫過於國共高層 是否會晤 沒有跟劉潔一見面這回事 那我們如果有跟其他的大陸人士見面的話 也會事前跟大家說明 朱立倫強調不會見國台辦主任劉潔一 那還先會找張志均呢 就在朱立倫講完7個小時後 國民黨發聲明接獲通知 24號晚間夏立言將跟張志均見面參試 國民黨進日先去夏立言訪中引發插髮 帶來紅袖柱選入賣台爭議 兩岸路線受到質疑 來年年底要選的小雞 也再向夏立言喊話 比較不要弱人口實的做法是 會面的過程是全程公開的 對於可能國民黨在這一期 所謂中國大陸行會比較不會那麼透本 國民黨面臨到問題 一個是主動不斷地在中國去做互動 因為紅標籤剛好而已 因為是過去形象的累積 為什麼這麼扯的傳言 貼在紅色柱身上大家都相信 隨著選戰畢竟 國民黨聚焦全力拚選舉 但夏立言敏感時刻榜中 再加上紅色柱又限賣台爭議 藍營聽中標籤 滋不滋的調 考驗選民的機會 來 莊委員 我要請你吃飯 國民黨現在都知道 我不相信 那有這個事情 這本地就知道了 遭早接貨通知 連李明先頭也都換去旁 這個在騙三個小孩 他要會海鞋 我想像大家都知道 他起到 其實國民黨 剛下立言去的時候 他講法講得很隱諱 我們就說 你就騙人 你紀元要去中國 你就胖胖派派去 你說我這招來 我就要記誰 你要記市民也沒關係 你紀元就要去 大家說時間這樣不對 中國在跟他們軍研 你騙人要走去中國去 國民黨裡面 他們的哨眾派 說得很難聽 什麼在敗家老頭 什麼都說得很難聽 說到之後 就像那些行程常態 說不 我只要去看那些學生 跟那些台商而已 只要去看那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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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清楚 夏立言真的會跟張志堅 跟黨民跟他唱歌 說你現在不要跟我台灣 你們中國不要跟我台灣 給我演戲 不要這樣 對我台灣產生一些影響 台灣人臨心會怕 你中國越來越遠 夏立言會這樣說 跟他打死我就不相信 來來來 我再請教範老師 真的張志堅 如果說我要跟你吃飯 可以來 有這個事情 有這種晚上要吃飯的 國民黨現在才知道 怎麼可能 那你也怕把張志堅看得太小了吧 你要當過國台辦主任正部級的 當過部長位階 參加區當海協會會長 要跟他吃飯 那不知道三兩三個月 全就排好了 對嘛 怎麼可能臨時告訴你 還告訴你 乾脆說 告訴你一個餐廳藏寶圖 看看今天在哪邊餐廳 還不知道 可能這樣子 那國民黨為什麼現在才要這樣講 稍早接貨通知 我真的覺得不要把老百姓 張志堅是寵信你 我翻牌了 你今天晚上來 對 本來可能還不是 拜託 臨時通知 乾脆說 不是這個把自己作賤你知道嗎 真的 我乾脆說 這很正常 823反共 824吃飯 這很正常 乾脆說剛剛飛哥傳輸 剛剛飛哥只才飛進來了 我說實話 我們如果朋友 打來說我可以請你吃飯 我當然也不可以 對不對 你今天在搖搖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 朋友就這樣 不要說這個 把臺灣人當白癡笨蛋耍 我只能這樣講 太低估臺灣人的智商跟能力 就跟林芝廟也是一樣 那我再問你 說也不排除藉此餐序 表達國人反對北京軍演的立場 什麼叫不排除藉此餐序 你就直播嘛 你沒有手機嗎 保證裡面講 就這樣不好嗎 新聞稿 對啊 你手機不會直播嗎 你就直播嗎 我有講嘛 我大聲講拍桌子講 你敢嗎 你不敢還贏力 你會不排除 有沒有那些在糾結 我吃你的飯 然後我說 我要跟你抗議 對啊 你剛才說 為了怕影響張志軍的 這個晚上的食慾 我們決定在吃甜點的時候才講 但是張志軍聽到我也會抽筋 不是我聽你吃飯 你把我放棄 這樣也沒道理 所以我真的覺得玩這種手法 似是而非 國民黨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我覺得這次他們夏立元回來之後 真的 他到底能夠帶回來什麼 實質的東西 還是去只是被中國消費 被中國當人行利牌 幫中國的捧一白皮書 在那邊擦枝抹粉 我覺得這就是國民黨的下場 請教一下民生 你不是說不要再建大官 也沒有說正義 所以要說黨中間 對公開透明這個 沒有做到 你當初說要去的時 你就說沒有建大陸 中部大陸的高層官員 現在去 你當然會增加外界之一 民生 你不是說不要再建大官 也沒有說正義 所以要說黨中間 對公開透明這個 沒有做到 你當初說要去的時 你就說沒有建大陸 中部大陸的高層官員 現在去 你當然會增加外界之一 所以說要去 當然我一頭先說十幾點不對 大陸軍營時 你不要去 你如果真的要去 要去台上 你就公開說 我要去到哪裡 去到什麼 你如果要去大陸官員 阿強有幫你搖架 你就說我要抗議說 你給我打粉 我不要幫你記 這樣就好 你如果我跟他吃飯 說要抗議這樣 很奇怪 而且抗議是不排除 沒有啦 你都不排除 不然因為餐實在太好吃了 我就沒有抗議 你要抗議就抗議 如果沒有抗議 你就不要抗議 我覺得 當中發生新聞稿 你就用夾的 你沒有必要抗議 你抗議 第一個最高抗議 就是說我不要去 我不要吃你的飯 你給我搖槍 我給你抗議 我就不要去 第二個要吃飯的時候 我掛一個排仔 跟當初的亞銀模式一樣 我抗議中 你打給他 我不會說 可以抗議 吃飯 我都放排仔 我自己自備 我放在排仔 我來送你的節目 我抗議 我抗議中 還要直播 還要直播抗議中 我們怎麼證明他有抗議 我問你 沒辦法 要有抗議 譬如說我抗議中 你誰來抗議回來 馬英九 當初在馬錫慧也說 他有跟習近平講中華民國 私底下 他有私底下 對啊 他也有講 討論要公開 不在私底下抗議 你不要 你不要823反動 824